欢迎回到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在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请到 就是今天在网路上 讨论非常热的火线人物张小姐 来到这个地方 张小姐一定想都没有想到 今天出来租 这个当二房东 想要做一点生意 居然跟房客水火不容 居然所谓的受害房客 居然多到可以组成一个自救会 这也才能总控 今天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在场的来宾要来 请教一下张小姐 蔡总 张小姐 我对那个19岁年轻的学生 那个case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台湾太多年轻的学生 这个要租 所以基于这个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那个case他住三天 你就求偿十万 学生没有收入 这个钱一定都是父母出的 或者他要自己去打工 所以他到底这个case来讲 我就要问清楚 这个case 他的月租的租金是多少 是几万 你必须要求偿十万 然后他还讲 你看那个违约金十万 你违约的时候 你的这个是用年息20% 张小姐提醒你 这个是高利贷 这个是违反金管会的规定 以前信用卡违约的时候也有18% 现在早已经没有这个20%了 所以你凭什么这个会订出这么高的一个利率 我现在先针对这19岁的人 你们又断章取义 要不要推在前面 他来住 我让他试住过 今天你们对面有房东 你会把你的房子给人家试住吗 我为什么让他试住 因为呢 房子好 不好 你来租租看 试住一天 租金多少钱 租金多少 租金那一天我根本就没有收 他试住一天 租金到底一个月多少钱 他这个配置一个月 你 你说他约 这个19岁的年轻人租金一个月多少钱 一万二吧 如果我没记错 我不记得 一万二怎么会要求十万 你把它划到十万 不是 八倍 没有 所以我就说 你们都没有看事情的原貌 第一件事情 我如果是坏房东 我会让他 那一天他 我记得跟我约的是六七点看房 结果他等到十点多才来 我等他四个小时 我如果无良 我不用等 好 这个我不讲 我就讲他好了 如果你有困难 我一再跟他讲 你来跟我讲 而不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跑去跟别的房客讲 说我的房子是凶宅 为什么是凶宅 你怎么可以因为你私自的原因 你要违约 你可以来跟我讲 当初我们见面的原意 我体谅你 你试住我没收钱 你搬进来住我没要 你父亲住押金 我还要怎么样 追根究竟 你到底那个房子是不是凶宅 是不是 好 我来讲 所以我就说凶宅 什么叫凶宅 人要死在里面 那个工人是掉在外面 掉在外面没死 到医院去的时候伤重 如果这个严格的解释叫凶宅 那我跟妳讲全台湾都叫凶宅 没有 这不严格 我们知道 帅大哥 你最爱买凶宅来投资了 来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今天我如果要去租房子 我后来签了约 我知道他是凶宅 我要退租 可以吗 我先讲一下凶宅的定义 假设在施工中 门牌号码还没有下来 你有工人死亡 那不是凶宅 但是门牌号码已经出来了 你万一掉下去 加上三楼掉 那三楼就凶宅 送医院死亡也是凶宅 我再讲第三件事情 买卖凶宅一定要告知 法律没有说出租要告知凶宅 这是真的 但是法律保护的是消费者 所以如果你没有讲 后来他发现这个是凶宅 他想要退 这个是可以的 我认为应该可以 问题你前提就像 张小姐 我不是凶宅 戴小姐房客给你租房子这个事情 法院最后认定你违约 是因为你看A租B 跟那个凶宅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说 而且这个事情是你承认的 没有 一定有否认 所以 有啊 所以我才说 今天我本来就要问说到底有什么 我可以带资料来 如果今天我把当初开庭笔录 甚至把录音挡嘛 这不是很简单吗 那这个已经7月判决你有上诉吗 没有 因为我基本上觉得 他刑事已经还起诉 这是民事如果说没有上诉 确定这个判决结果你要接受 蔡律师 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讨论的都还在签约要反悔 就已经那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了 今天我们接下来住进去 就住进去当理房客了 接下来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就是曾经也一约住进去 但住进去心里还是很忐忑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我的房东张小姐 怎么连收费都没有按照合约来 我们的这个朋友在电话线上 你好 你好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的 今天房子你住进去了 住进去大家就白纸黑字 照着合同走 但是你遭遇到什么事情 一开始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会在签字之后上面再备注很多 加上6000块的一些押金等等的 然后之后的话就是瓦斯费的问题 瓦斯费的话我们去查过 是两个月平均是1200 那我们是楼下有五间小套房 然后楼上就 我跟对面一间 对面还没有租出去 到现在都还没有 从我搬进来 那两层楼的瓦斯费是一起算的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看到在电话线上的这位 曾经乘租过这个张小姐房子的 这位L小姐 他今天呢 他就说白纸黑字大家照走 他没说 但是呢 今天明明一度电费呢 是应该4块半 为什么张小姐来收房客是收7块钱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 他刚刚提到这个瓦斯费 瓦斯费呢 一个月他收750 他刚讲喔 两个月的行情是1200块钱 那问题来了 今天我们就是要问说 你多收了这些钱 你收到哪里去了 还有整个收钱的过程 为什么充满了那么多不清楚 不确定 这个部分在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有先告诉你们吗 你知道他会这么算钱吗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小姐给我们看到的这个 应该是瓦斯费的 应该要绞交的单据 你可以看到说 1100多 1300多 这个是两个月一期 你给他除以后 把它赤下来 差不多一个月是600块 600块 结果呢 一层 他把它隔成了四五间 每一间收他750 所以说现在只是一间房间 就一个月就要750的电费 是这样吗 对 没错 你们的质疑是什么 他这样跟你收电费 你的质疑是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后来 因为他从来没有给我收据 然后后来给我 就是用他手机拍了一张收据 我觉得很奇怪 不清楚 我就去清清瓦斯问 清清瓦斯说 他一年多没有交瓦斯费了 请我帮他带锤这样子 好 我没听到这个地方 各位 今天600块钱一个月 结果你收我750 而且600块是一整层 你现在是隔成一间一间 一间就收我750 各位 这张试算表 是非常简单的算术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一整层这600块钱 现在你一户隔成几户 隔成了五户 一户给你收750 换言之 你一站就给我收3750 可是你不是才600块 你跟我一收的3150块钱 跑到哪里去了 来 请张小姐来跟我们回答 请主持人问他一下 他从开始住我这里到现在 住了多久 来 第一个问题 你住多久 我住半年 半年 好来 请问你半年付了多少瓦斯费 目前截至现在为止 我跟你收多少瓦斯费 你跟我收过两次 一次750 一次500 然后每次都跟我说 各位都有听到 是多少钱 1250除以6 各位 是我受损失 我都还没讲话 等等 张小姐 现在每个资鱼手 现在一层 一层是600块 抱歉 等一下 对 那所以这个 刚刚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他说700加650 对不对 这是一户 对 来 很抱歉 前提 他是独立的出入口 独立的22坪 只有他一个人在用 所以没有分隔是其他的 因为所有的我都改成 除了是除了内奸 因为邻居说不可改 那就不能改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用瓦斯 到现场去看 我应该解释800遍 我说楼下没有 只有楼上 他自己不信 到现在还故意积签我 瓦斯费我都还没吹讨 好 我们先听一下 他还持续在电话线上 来 针对张小姐的说法 你要怎么补充的 喂 这是我是直接去新银瓦斯 拿了一张收据 他跟我说这是两层楼加起来的 所以我完全没有说谎 因为就是他们公司的人直接给我的收据 好 所以我就说 现在在录影没有办法去 明天如果可以的话去现场看 五楼完全已经没有在用瓦斯 我用除了是天哪 我用除了是 那你为什么会有瓦斯费没有 可是他每次就刁担 我不付瓦斯费 所以为什么昨天你们问我 为什么要先预收啊 因为就是有人不缴 我房子被罢了拍 好 我们把钱缴给了房东 当然我们预期想 当然房东应该把这个钱缴到所谓的电力公司 缴到了瓦斯公司去啊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是瓦斯费 对不对 我们来看到 我们去询问了这个星星天然瓦斯公司 你可以看到各位 导帮我们take一下 尚未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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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没缴钱 我钱缴给了房东 你没拿去缴 你还每个月照收我750 这怎么回事啊 所以 等一下 不是每个月收750 他住了半年 讲得很清楚 他住了半年 只收付了两次700加一个600 不 我现在的问题应该是说 你收了房租客的钱 为什么你没缴上去呢 好 所以 因为呢 我为什么昨天会说呢 我的瓦斯费有人跑路没缴 以致我房子被罚拍就是这里啊 我另外一个被拍了 好险救回来了 这个也是一样 前面的跑 他不缴 我们还在厘清 可是我有跟星星讲哦 我说你不要再给我罚拍 我会处理 房子主权是我 怎么可能要让他罚拍啊 这个问题是你没有去缴钱啊 你把你去缴了 没有去缴钱的问题啊 这是 所以我就说嘛 很多时候如果我做完了 我怎么去处理这中间 我就要逼前面的房客 因为如果前面的房客 造成我的损失 我就要跟他们去追讨 我的小姐会这样吗 来 十位 十位来请说 我们就这个小姐来讲 因为她还在住 对不对 她也不要让她牵牵口去 耳后你可不可以让她 电费跟瓦斯 让她自己去缴 所以我就说 你不是说是独立套房吗 让她缴可以吗 好 所以 你们可以 她在线上 你问她 那既然她要自己去缴 为什么她住了六个月不去缴 为什么 不去缴 不是 你没缴 因为瓦斯单在你手上 不是她家的头上 她自己 刚刚讲得很明白 她自己都可以申请 就像你房东 你要断房客的水电很难 没办法 因为她只要自己去缴 你也没办法 不是 那我问你 何约有没有写说你喊瓦斯 能不能让我讲完 何约有没有写你喊瓦斯杯 就是你该缴的 合约上 我已经跟她讲得很清楚了 今天你住了半年 你本来就应该这半年 你缴你这半年就好 至于前面基欠 我从来没有家去缴 但是她住了半年 她就不缴 然后故意拿前面 我还在跟前面的房客在争执 最好是不要通过法律诉讼 喂 喂 所以你请说 你请说 我觉得她说访的说得很严重 因为我瓦斯费 本来就都喊在合约里面了 然后 喂 所以你请说 我们都在听 听得到 瓦斯费就已经喊在里面 本来就是她应该缴 为什么是我应该要帮她缴的 而且那本来就是两层楼合计的 气垫费 为什么我要一次缴两层楼的 她会给我吗 她不会给我 那我也不知道 其他人用电的 用瓦斯的度数是多少 那我为什么要帮她一起缴 本来合约上就没有说 我应该要帮她缴钱 好 张小姐 她说你说谎 没有叫合约走 你怎么看 所以我就说去现场看 就算法官也要看见现场 我已经跟她讲八百遍了 五楼已经没有再用了 欣欣搞不清楚 因为她以为 我也跟这小姐讲了 五楼没有再用 管线没有再用 只有六楼 那是两回事 她住半年就要缴半年 不对吗 她住在半年 好 这样子好了 我想我们还是要帮这个 仍然成出的这个年轻人 想一个办法 也帮张小姐解套 现在她该怎么办 她该怎么办 她该怎么办 她住半年就去缴半年 她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这个小姐因为她说 瓦斯含在合约里面 所以应该是你去缴瓦斯 不是她要缴 因为瓦斯已经内含合约了 她不用再另外缴给你 然后另外 电的部分 你就让她去缴好了 你不要再帮她做任何 电费有含在月租里吗 我想也是没有 让她去缴 免得到时她被断水断电 当时我就跟她讲说 瓦斯没有含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坚持要讲有含 如果我们的合约秘书打错 当然这个是后面的合约 没有什么秘书打错 可是当时后面的合约 来 我们问一下 我们来问一下 这位年轻人 哈啰 你还在线上吗 是 你还在线上吗 我记得我住院没有含瓦斯费 但是如果我真的错 你在我们的线上 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今天你的房东张小姐说 你看错了 因为她应该没有把瓦斯内含在你的房租费用里面 是不是你看错了 是不是你看错了 这个当然是没有 这个是等于说我用多少 那她要跟我拿多少钱 问题是我看到的是 一千二一千二都没有缴 那这是五六楼的 那我的不是应该六个 然后除以六吗 那我不是应该要缴200块钱吗 可是我从来从来没有瓦斯或是见费的账单 从来都没有 好 今天谈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帮更多更多的租务科来问 到底我去租一个房子 我的水电 我的瓦斯该怎么缴 我才不会被房东框了 或者房东才不会被奥卡框了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关心